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对不对 那我们找一找那总会有机会能够出现 对吧 但是呢随着就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啊 你的认知范围是有限的 你了解的渠道也是有限的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可能通常对于我们四川成都 可能都只知道有一个成都的旅鞋 对不对 但是我可以告诉给大家啊 成都除了旅鞋之外呢 还会有非常多的产业带 比如说啊 咱们成都的啊 契配某一些特定细分品 那下面的一些产品 它是真的做到全国知名的 非常非常优质的一些工厂 都在咱们成都啊 再比如说成都有一些女装 我刚刚给大家提到过 对不对 也是做了在某一个牺牲品的里面 全国知名的啊 再比如说我们放大到四川来讲 四川啊 梅山宜兵啊 很多竹制品啊 因为咱们四川这边产竹 产竹制啊 然后咱们在渠县也有一个仿 清仿基地 然后在咱们内江的农仓 也有一个家仿基地啊 它有点像咱们蓝通的那个家仿基地 只是它的市场 占有量没这么大 但是它既然能行成产业面 它一定有它当地的这个产品的一个特色 所以呢 我就是你的认知当中 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么多的产业 或者说你个人的兴趣爱好 那你就会有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出现了 就是我虽然掌握了如何去验证一个市场 如何去快速去判断一个市场的方法 但是我没有这么多渠道去知道 有这么多市场了 对不对 所以那我们能不能 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 换一个什么思路呢 就是我能不能先快速的去 先找到一个好的市场 然后我再去对接供应链和对接工厂 所以呢 这一定要给大家理清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分享了整个主题的思路 先跟大家讲方法 再跟大家讲渠道 最后再给大家讲落地 但我们在这个思路的时候就一定要打开 就不要 我好像要先看个产品 我再去验证它 你的思维认识总是有限的 所以接下来第三个部分的内容 就给大家分享 我们如何打破这个局限 我先去找到一个 可能会有不错销量的产品 然后我再去找到对应的工厂 去把它生产出来 因为在咱们国内 对不对 我们不要有这个太多的地域限制 其实它都是来自于四川省外的 一些优质的工厂去合作的 所以说呢 我们用这样一个思路来看 怎么去快速的定位到一些 能够符合我们需求的这样一些品类呢 可能就是这部分给大家分享的主要的内容 因为我看到咱们评论区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小伙伴 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 在这里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我最后会留20分钟的时间 10到20分钟的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定位市场 大家就把思路打开 你掌握了这些方法和渠道之后 你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灵感 然后再用我们刚刚的那三板斧 去验证这个市场 最后再到落地到产品的这个维度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产品开发的一个流程 那包括我们最先做的女鞋 女装也好 再到我们的七配产品也好 那都是通过这样的思路 一步一步的去构建 一步一步去完善我们的这个产品线的 那快速定位市场的思路呢 最简单 最直接有效的一个方法 第一个是去看 该身的板单 也就是我们通常讲这个热销板 热销板呢 热销板呢 咱们在直播间 就是咱们在亚马逊的首页去点开 你就能够有一个BuySender标志 你去点开 在他的左手边就会有非常多的内幕节点 这个地方给大家演示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这里是BuySender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他的内幕的节点 我们比如以这个协图这个品类为例 我们直接点这一个内幕节点之后 他就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界面 这个是他的二级分类 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点 对不对 因为有非常多的产品 比如我们点蓝色的 一般来说 亚马逊你如果一直点到最底层 你可能有五到六级的内幕节点 就是五级内幕节点 六级内幕节点 就一级往下点 比如说我们要去看蓝色的鞋子 蓝色的鞋子 大家记住 热销板一定要点到一个最小的内幕节点去看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在福建的周边的一个卖家朋友 或者说我们跳开地域限制 我知道在福建 有很多地方生产这种蓝色运动鞋 我想去做这个品类 所以我进来这个蓝色的鞋子之后 我一定要去点 这里面的最小的内幕节点 一个一个去看 第一个可能就是属于运动鞋 我要去看一看 到底有哪些运动鞋 它可能是属于在亚马逊目前销量还不错的产品 对不对 那除了运动鞋之外 你看你点了运动鞋 这是个大类 它还有很多细小的分支 比如说跑鞋 对不对 比如说一些登山鞋 高尔夫鞋 然后一些涉水鞋 涉水鞋 对不对 排鞋涉水鞋 你一定要一个一个去点 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去点到它最小的任务的分支节点 你在一个大类里面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知道 对于每一个消费者的细分任务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真实的需求 到底是哪些产品卖得好 对不对 然后这里举例子 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跑鞋 进来跑鞋之后 这里才是在跑鞋这个任务里面 有哪些产品卖得好 其实非常简单 排鞋就是告诉给你 它就是反映了一个销量的一个指标 它就是告诉给你在哪些 就是在你所选定的这个任务节点里面 有哪些产品是属于最畅销的 这个就是我们非常直观的了解一个品类 它的这个热销产品的一个方法 当然这个就是 比如说你在这个Base Center里面 你是可以有非常多的内幕 你感兴趣的 你都可以这样一层一层的去往下点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榜单 其实就是 大家非常熟知的这个新品版 新品版 我们还是以这个协服为例 新品版的看法可能就和咱们的 热销版有点不一样的 主要是新品版 其实我只需要去看我所做的那个大类 那个大类的节点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还是以蓝色的鞋子为例 我就不需要点到最小的那里层级了 我等一下就会告诉给大家为什么 好蓝色鞋子 网络这个地方好像亚马逊的前台 经常是有点问题的 大家稍等一下 比如你以蓝色的鞋子为例 你就去看这个大类的节点就可以了 或者说你看这个运动鞋 这个大类 大类 因为你在这个大类里面 你就能够快速的去看到某一个大类下面 到底有哪些新品 它是在这个大类上面能够排上新品版单 它可能是来自于不同的分类 不同的品类 对不对 你看这个地方 它就会既有跑鞋 然后也会有这种拖鞋 对不对 也会有这种涉水鞋 对不对 虽然你就快速的能够从一个大类里面去看到 有哪些气氛市场 它的新品更多的能够出现在这种大类的分类上面 它就代表了当下消费者对于最新的产品 它的一个喜好性的程度到底是如何的 这个就是咱们去看新品版和 咱们去看这个新品版 以及和咱们的这个 Basein的这个榜单 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 一个是去看最小的分类 然后另外一个是去看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就是你的这个品类最大的一个利用节点 它的区别就在这里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今天晚上的可能很多内容 它更加适合于咱们还没有在亚马逊上找到定位 你还没有真正的去站稳脚跟 说白了能够去有真金白银的 这个投入的回报 可能你真的是应该思考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讲到很多的基础的思路跟框架 对吧 那我们如果说按照这个思维 按照这个维度去定位这个市场的话呢 你会发现什么 内幕节点 我之前去做这个课件的时候呢 应该是一万五千多个 然后亚马逊每年你会发现他都会 他都会什么呢 新增很多内幕节点 同时可能有些内幕他的需求量太少 新增太少 产品太少 他也会删除 但是整个他的这个内幕节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就是最小的内幕节点 现在已经有两万多个内幕节点了 那为什么每年 为什么每年会有这么多的内幕的节点 新增上去呢 那其实就是因为每年都有新的市场机会嘛 对不对 每年都有新的这个需求出来 那我们如果说按照我刚给大家讲的这个最原始的办法 我一急一急的去点这个内幕节点的话呢 你可能手都点麻了 你都不能把这两万多个看完 而且你就是走马观花 看了没那么仔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那个时候就借助啊 像卖经营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就是选市场的一个功能 那个功能呢 如果说我们去借助那样的工具的话 怎么来提升项目率 就是我可以提前按照我的市场分析的三担腹的那个维度 我去挑一个最适合我的维度的 这么一个数据筛选的框架指标出来 然后他能够去集成这两万多个内幕的数据 就对快速的去帮我筛选出来 到底有哪些市场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 然后又符合我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 这个就是我们真正去应用工具的方法 好 那废话不多说 这个之前我做截图的时候呢 麦静明后台啊 他是找到的细分好像是一万两千多个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先看一下最新的应该有多少个 在选市场这个工具里面 我们不做任何筛选啊 看到没有两万两千多个 为什么这个任何几点变多了啊 对不对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当中所 它到底蕴含的是什么 它其实蕴含的就是机会 任何几点 亚马逊本身它也会变多 然后能够被抓取到这个数量会更多 然后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数据维度 比如说销量这个维度 评价这个维度 然后跟卖的卖家数量的维度 以及卖家类型 对吧 集中度的指标 反映的是它的这个商品的销量的分布 然后新品的占比商品的总数量 推货率 所以有非常多的数据 当然这个里面的数据 只是一些重要的数据 如果大家去点开后面这个市场分析 包括还会有更多维度的详细的这个数据出来 这个我就不赘述了 那我重点给大家讲的是什么 重点去讲 你如果去应用这个工具 去筛选很多这个亚马逊上的内幕出来 就是叫细分内幕出来 怎么去呢 这个地方有有这个市场的一些筛选的指标 对不对 有这么多指标 我们如何来筛选呢 给大家简单分享几个思路 好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 给大家分享几个思路 不知道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 对于亚马逊上的市场的预期是怎么样的 对于实力 比较强的比较专业的卖家来说 其实他是要去做一个热门品类的 比如像对于我们公司的产品的开发来说 那一个市场的整个容量 如果太低的话 我们不会做 为什么呢 你这个成本对吧 人力你要投入 你要去考虑 对于整个的这个我推起来之后 他的天花板如果太低的话 可能没办法支撑我整个公司的未来的发展主向 虽然我们一定是要去做一个比较爆款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我所讲的第一个叫爆款产品更迈 我不是亚马逊上的那个形式上的更迈 而是指呢就是我去跟风 或者说我去做一个本来市场 就比较大的一个爆款产品 然后呢我们再去相应的去筛选其他的一些数据指标 所以你一定是确定了你的开发的思路之后 你再去设定这些指标 所有的指标你都可以把它按照需求利润和竞争这三个维度来进行 进行数据上的筛选 尽管在不同的工具当中可能他这个名称不一样 所以你如果是要去筛选爆款产品你怎么筛选呢 很简单 你一定是更加专注 你更加看重他的月销量了对吧 很简单 你可能不太在乎他的竞争 因为他又是爆款他的竞争 你又给他设得非常非常低 你的数据维度 你可能找不到这个市场的 不能你找出来全是亚马逊自营的 门团门团非常高的 只有比如说本土卖家才能做的 这些市场那也没有意义 对不对 好 第二个是潜力冷门市场 就是一方面他有潜力 他可能目前不是大爆款 他可能在未来整个市场是在逐渐向好了 另外一些冷门的 然后利润比较高的一些产品 对不对 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 潜力冷门的市场 你中美应该关注什么 你中美应该就去关注 他的利润一定要高 对不对 然后竞争一定要小 所以他们不同的思路 你去筛选出来的这些市场 一定都是不一样的 好 还有一段是插评 产品优化 或者说自发货 转FBA 在我之前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 有一些粉丝朋友 就是想让我去讲 整个亚马逊上的系统的课程 其实我是之前开发过这样的一个课程 然后我会给他们分享 去开发市场的思路 其实你如果要把所有的维度 接下来有至少10度20个 但是你真正符合你自己的方法 那个思路是什么呢 一定是你自己去测试出来的 每一个人去适合的品类都不一样 然后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一个 就是我们四川的本土的卖家 他怎么开发出来的这么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就是我刚给大家说的 你们把思路放开之后 我先找到市场 我再去应用工厂 我再去找到供应链 把它生产出来 或者是开发出来 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是一个 在传播停靠在岸边的时候 需要把它牵引固定住的一个绳子 所以这个品类我们给大家截图了 他那个麦尔金林当中 他整个市场的Base Center 前100产品的数据 月均销量呢 就是每天不到20单 就是600单左右 所以不算一个 可能看起来非常非常 不起眼的一个品类 对吧 价格也不是特别高 但是这个品类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它的评分数很低 对吧 竞争不是那么的激烈 而且那个时候 它可能是以新品居多 当然我现在说的这些品类 可能就是不一定是 当下它的市场环境是如此 这个品类已经应该做了有一两年 然后我截这个数据呢 应该也是去年的数据 所以不代表当下也不代表 我推荐大家去做这个品类 给大家是举个例子 就是当下它那个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环境 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情况 好 它的集中度大家也都可以看到 非常低 不垄断 大家都有销量 然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产品 就一个绳子 大家很想象到吗 就这种绳子 这种绳子固定船舶用的 好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就咱们四川的一个卖家 做的 咱们四川这个卖家呢 上架这个产品 卖的是25美金 24.99 近30天的销售量 近30天是2200多单 就是将近每天70多单 上架时间是20年11月份上架 它正式售卖的是去年 1月份开始售卖了 所以我知道这个产品 然后这个产品的拿货价格呢 就是工厂采货价格 它是两条绳子一起卖 大概是30块钱 非常轻这个绳子 对吧 我们给它算这个投资命费呢 大概是10块钱 10块钱 就这种品内呢 你看它的这个利润指标呢 是30%毛利 然后这种产品 只要你的质量不出问题 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退货 对不对 如果我们以当下的 就是大家 我为什么给大家举了一个 潜力冷门的一个市场 来给大家做 做一个套装引玉 就是不同的卖家 你一定要去找到 适合你的一个品类来做 像这种产品呢 我们就以它当下 我去截图的 那一个月来算啊 它一个月 对不对 毛利 我们不算它的其他的 运营的成本 大概是在14个W 对不对 14个W 我们如果说 就算去除掉它的运营 去除掉它的 一些亚马逊上的 其他的经营成本 它有将近10个 或者说有几个 对不对 七八个W的收入 我觉得还是非常正常的 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跟这个卖家 也挺熟的 所以我不是说 推荐大家去做这样的品类 而是给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这种顶目 可能看起来不太吃眼 但是是真正能够让你去 就是让你去能够 在这个行业站稳脚跟 那现在你们去做这个品类 你会发现有什么现象呢 就是我为什么说呢 数据 这个是我当下去截图的时候的数据 你现在去做这个市场 像我今天能够公开拿出来 在直播间讲个市场 那一个我就是觉得 它可能已经被很多很多人知道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如果才能够去成为第一个 或者说成为第一批 去发现那个市场的人呢 你就要应用我刚刚 或者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 很多这个方法 跟思路了 对不对 这个市场 大家想一下 它是一个标品 对不对 是一个标准化品类的市场 然后大家要明白 我刚刚给大家说的 标准化的品类 它一定是 如果这个品类里面 它是功能性 需求特别强的 你积累了足够的入入 然后你的排名是比较稳定 你又没有断货的情况下 你很难在功能上 去做出差异的时候 你就没有新品的进入空间了 大家就明白这个市场吗 就是你现在去做这个品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哪怕价格比别便宜 你可能也没有市场容量 因为它整个就是属于冷门市场 它是冷门就不大 然后别人这个老链接 又能够去承接住 当下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的市场在哪里呢 对不对 我们就要去找到 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市场来做 这个就是我们去 用这些工具去分析 去开发市场的一些思路 好 跟大家讲了一些站内 去找到敏感的一些方法 再跟大家分享一些 找到站外的方法 我看了一下 今天可能跟大家讲的是比较细一点 然后我接下来的内容 可能我要加快一下 进度了 加快要进度 好 TikTok是我经常在站外 去寻找敏感的一些方法 当然我们在站外有很多品类 专有的这些独立站 或者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渠道 社交媒体渠道 去看到一些市场商机 但是我自己用到的最多的 两个渠道 以前是YouTube币 现在是TikTok 那TikTok国际版抖音 非常简单 你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关注一下 你所在的品类 或者说你感兴趣的某一些这些账号的大V 让他给你打到标签之后 他会源源不断的给你推 推送热门的产品创业 比如在TikTok上面 就有这个 Amazon Fans 就是这个标签 就很多类似的亚马逊标签 还有比如说亚马逊让我购买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标签 一个警号的标签 在这个话题下面 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 一些最近热门的一些产品 对吧 它也是一个良好的生态 因为红人去推广这些产品 它也会有亚马逊的佣金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能够快速去找到 它的一些比较新奇的一些产品 比较受伤费者 欢迎的一些产品 而且我应该一个算法 它会源源不断的给你推送 对不对 那这里呢跟大家举一个 可能现在是已经 特别是对于老卖家来讲 已经是时空见惯了一个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的一个产品 就是TikTok那底子 就是亚马逊瑜伽拉底库 这个关键词 然后这个产品它最先就是从 亚马逊上去活起来的 代用起来的一个产品 后面类似的像这样的产品 其实也特别多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服装 特别是鞋子这些品牌的时候 我们的市场的开发的人员 它是一定要去每天刷TikTok的 这个是我们俩规定的专 就是专门的称呼 就是有很多我们是从站外 去结合站内的数据 然后去做相应的产品的一些开发 那么还有一个是 我们站外快速的去 找到一些灵感跟方法 找一些灵感跟举到的一个 网站叫Indiegogo 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也是比较老牌的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众筹平台的 相当于鼻祖 咱们国内可能之前在 15年左右那个时候众筹火了一把 但是在国外的众筹这种模式 也一直是比较成熟 当然他们也做得比较早 众筹这种平台 他就是快速的去发现一些新奇的 比较受欢迎的这个市场的 最好的渠道之一了 因为一些团队 出众团队 他要去先生产 然后再迈出去 他也怕他这个想法不成熟 对不对 也会有很多项目中筹失败了 对吧 但是我们版国来讲 也会有很多项目 他在推出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我愿意等着两个月 我再去支持他 我要去支持他这个项目成功 所以他一定是满足了 消费者的很多的 一个需求的 那么去 在这个网站上面 也会有非常多的分类 你去关注一下 你可能要去做的这些品类 然后看一看那些众筹的项目 有没有带给你敏感的 这点还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胡椒研磨器 然后这个胡椒研磨器 三个月的时间 大概有270万美金的 一个众筹资金 非常夸张 对不对 而且他客战价也不低 100多美元 那我们就能够 哎你在想 他这一个怎么研磨胡椒的 能够卖100多美元 而且还有15000多名 帮助他众筹成功 应该是远超他这个众筹的目标的 他到底有什么魔力 他一定是解决了 就是从产品端 解决了咱们消费者的某些痛点 这个是他的应用的场景 应用的场景 因为欧美很喜欢去考试牛排的时候 他一定要现磨的这个胡椒 不喜欢咱们把这个胡椒 就是像我们国内一样 提前把它研磨好了之后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罐子里面 再撒上去 他们要现磨 就是要吃那个新鲜感 对吧 好 那这个产品 那你如果深刻去研究 可能会带点那些敏感 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去 照抄别人的某些创意 对不对 但是呢 市场公开之后 我们正常的商业的借减是可以的 对吧 我们就不能够把话说的开明 就中国的供应链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所以我们绕开知识产权之后 我们去借减商业 上了一些非常惯悦的一些手法 对不对 还是能够去找的一些 嗯